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一个六十三式水路两用坦克团 共约一百多辆坦克参战 坦克部队在战斗中以马当先 起到攻坚克兰 妥欢旅选的关键作用 为我军取得一级列胜利力向汉马功劳 也为我军坦克部队积累了多种条件下的实战经验 对列两部队 意义深远 对日子为环机战 是我军坦克部队参加的最大规模战争 取得突出战绩 当时我军各型主战坦克都投入了战斗 就连水路坦克也不例外 这场战争是一次难得的实战练兵机会 不过 在战斗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比如不坦协同作战水平有待提高 坦克在越北重山军领地形条件下 战术发挥不理想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 我军一些主战坦克自身防护力过于薄弱 59是中型坦克生好 62 63是坦克损伤率较大 我军参战的600多辆坦克 竟有500多次不同程度损毁 当然 并不是说有500多辆坦克毁伤 这里包括有些坦克受损后 在战场及时修理后 又投入战斗 再次或多次受到损伤 整个战兵中 完全被击毁的有50多辆 我军部坦协同在实战中 出现过令人恶望的教训 不过 50多辆坦克损伤 比例依然偏高 要知道 略觉手中病 没有什么很高级的反坦克武器 更多的只是单兵RPG火箭筒 就是这种最低级的反坦克武器 对我军造成的杀伤也是巨大的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我军部少坦克 竟然不是损伤于专业反坦克武器上 而是毁于一些纯属打酱油的武器 最写出的就是越军手中一种 从每军叫获得M79型40毫米小型榴弹发射器给机会的 这就太阅区了 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军坦克防护力比较薄弱 在当时发达国家主战坦克都装置反应装甲的时代 我军坦克还停留在二战时期 凭刚摆厚度决定防护力的阶段 明显都厚于时代 结果越军非常普通的反坦克武器 就能对我军坦克造成危害 其实我们也无需难堪 纵观世界战争时 从来就不乏一些功能多样化的万能武器 可以具有多种战术效能 本来是打飞机 结果打坦克更拿手 亦或本来是炸攻势 结果打坦克也在行 这样的战力数不胜数 也证明非常成功 这类武器受到欢迎 是理所应当的 更令人窝火的是 一些本来不是专业反坦克的武器 竟然也要阻弹袍 做得有模有样 位置M79榴弹发射器 就是其中一种M79榴弹发射器 就是这样一种万能型的袖军武器 全迷都知道 二战时期日军有一种复兵神器之弹筒 小巧玲珑 却功能多多 用途神器 是我军最希望缴获的日军武器之一 不仅家底有限的中国抗日军队喜欢 甚至就连财大气粗 先进武器怕牛冲动的美军 也对这种小东西挺有独钟 受制弹筒的启发 美军研发了M79这种具有制弹筒 类似特使的榴弹发射器 当然凭美国的设计理念 这种榴弹发射器无论发射器还是榴弹 构造比制弹筒都精密的多 它更像一只掌虫炮 采用高低压弹射 故而无声无言又无烟 也必定非常强 不仅可以平射 也可以趴射 各种目标都能攻击歼灭 除了打步兵 炸攻势 M79的弹药种类也是五花八门 应有进游 高爆弹 破脚弹 燃烧弹 信号弹 照明弹 什么弹都能发射 尤其还能打坦克最让人心寒 就这样的袖珍小东西 竟然能置庞然大物的坦克于此地 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勘扯掌中炮手炮的M79 我军想获得越军武器 底上就有一挺M79 M79 其实早在越战时期 我军就已经得到越南亏赠 我军立即对其产生兴趣 希望能仿制 可是怎来发射器好做 榴弹却因工艺太复杂 以我当时的工艺水平 还能制造而放弃 后来我军装备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技术不成问题了 M79又显得太小而科 最终 我军没有研发类似武器 如今M79榴弹发射器 仍然是越军列装武器之一 可见越南的中爱程度 太多了 我军认不来 我军了 我军了 封重 是 不要